大家好,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三 我发现有些事情真的是特别的巧合 因为我昨天视频的结尾我特地和大家请假了 对不对,我说最近一段时间又要做交易 又要备课给大家录视频 还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所以正好我昨天又赚了比较多的钱 我就想休息一天,对不对 我今天既不交易也不做视频 等到明天再来一起讲解今天的行情 我还特地说了,除非出现了什么特别精彩的行情 我再单独来做视频讲 所以今天尽管我没有交易 但是没有想到它真的就发生了一个比较极端的行情 那么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来讲一下的 所以市场就不让我请假,不让我偷懒 就被迫加班了 从日K线的角度来看,今天说的很不好看 大阴线说在最低,吞噬了前面两根 几乎是三根,四根K线 直接跌回了上周三FOMC大阳线的顶部 从消息面看,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 只不过今天有一个20年期的国债拍卖 它的得标率比较的低 不确定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新闻 但是其实这个跌幅也不算什么特别大 对吧,才1%点几 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但是不排除华尔街开始炒作啊,开始讲故事 那么我们单纯从价格行为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因为过去这段时间涨的实在是太猛了 这个抢购高潮它确实就容易发生有一个比较深的这样的回调 那么像今天走成这样的空头肯定是希望至少有一个TBTL 也就是10 bars,2 legs,就是两段至少是两段式的这样一个回调 持续至少10根K线 尤其是今天这么大的阴线的话 就加大了概率 它至少可能再跌一下 就是有一个两段式的下跌 但是目前我并不认为这个市场就要反转了 它80%的概率它只是一个回调 对不对啊 所以逢低等到它回调完了 有好的信号还是继续以做多为主 但是暂时想要做多的话 还是不要着急再观望一下 那么今天的VIX也就是恐慌指数 波动率指数也是大涨了百分之九点几 那么波动率变高的话 也就代表着日内它的每根K线的这个幅度可能会更大一些 所以之后做日内交易 大家要记得就是第一个仓位尽量要小一些对不对 因为每根K线大的话你的止损也会大一点 第二个它更加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来回的这种大的震荡反转 所以要记得严格的去止损 其实今天在做这个K线的复盘之前 我有一些感慨想和大家聊一下 今天有一个观众 他其实是我之前在炒股的时候机缘巧合之下认识的一位长辈 他从年纪上来说是我的长辈 然后他也是我的忠实的观众 他一直每天给我发信息总结他的交易记录也一直鼓励我 所以我很尊敬他我叫他阿姨 然后他今天给我发了这样一个信息 然后我看到之后其实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 我做这个频道的初衷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自己在达到稳定盈利之前 我自己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亏损 很多大亏亏到我一度是不想交易 几乎就要放弃的程度 所以我知道亏损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那么我想至少我要把正确的交易理念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至少可以不亏 所以我每天我跟大家聊的是什么 我说你至少要看到信号K再入场 对不对 我昨天还在讲信号K呢 我昨天在这里是盈利加仓 那么我倒是还举了例子 我说假如说我要出于某种原因 我想在这里做空 但是我看不到任何一个好的信号K 我看不到信号K我就没有办法去做空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一直讲的信号K 然后我经常讲避免大亏等于稳定盈利 绝大部分人他不是不能赚钱 其实乱做都有概率能赚钱的 只不过时不时的有一些比较大的亏损 导致资金曲线一直就是 慢慢慢慢涨上去以后 哇跌下来 涨上去涨上去又一下跌下来 所以只要做到避免大亏 控制住亏损 它就是稳定盈利了 这个是我一直在讲的东西 对不对 用小仓位去交易 不要去大仓位的去赌博 避免大亏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个观众这个阿姨 他尽管今天亏钱了 他自己肯定也是比较的失落 当然他后来又给我发信息了 说他没有什么 他这个能够接受 然后他其实 他能够更好地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 所以心态还是很好 但是在这个自己做的很不顺利 在亏钱的情况下 他还给我发了这个很温暖的留言 所以就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世界就是很奇怪的 你很善良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这不代表你能够在金融市场赚钱 反过来呢 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坏人的 尤其在金融市场上 他是有很多骗子的 很多人他自己在市场上赚不到一分钱的 他通过各种各种各种各样的手段 对不对 去骗人家 把自己的课程卖得很贵 然后害别人亏钱 那么他们反而是能够从中获利 那我也不知道 就是怎么去讲 反正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但是至少在我的频道里面 我不会去 就是吹嘘 或者说用一些很夸张的标题去说 怎么样 这个一夜暴富等等的 我是 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可以不要亏损 如果这个大家 学了价格行为学 有了正确的交易理念 对吧 赚一点小钱 不要亏钱 这个我就觉得我很成功了 所以 做交易 真的自律和执行力非常的重要 耐心等待机会 看到好的信号在入场 然后一旦行情不对了 就要避免这个大的亏损 对不对 及时的认错 如果有好的机会 你总是可以再次入场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今天的行情 是一个极端行情 就是不说10%了 可能连5%2%都没有 真的是非常小概率的事情 从58到这里67 连续10根阴线 全部收在比较低的位置 这里我是不是也反复强调 我不知道多少次了 这个地方 长长的下引线 它不是一个反转 对不对 不要去做多 它只是下跌过程中的一次回调 只是一次反弹 它会继续跌的 我是不是每天都在讲 每天都在讲 我甚至觉得 就是我甚至担心 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烦 但是我真的觉得 这个东西很有必要 所以之后看到 我还是会继续的讲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想做多 可能你觉得前期有什么支撑 等等的 不管是什么理由 但是信号K在哪里呢 就是你开仓之前要问自己一句话 信号K呢 没有看到信号K 如果这里 你看到68 它是不是一个 至少是一个十字星 然后它有很小很小的 这个实体部分 是一个小阳线 对不对 尽管总的来说它是十字星 但是它勉强可以作为一个信号 那么如果你在它的上方一个Tick 去挂stopboard入场的话 是不是可以盈利呢 尽管说尽量在这种行情里面 不要去做多 但是假如说你做的话 你甚至可以拿一个 一倍的止损距离 对不对 你把止损放在它的下方 甚至可以拿一个一倍的止损 如果看到75大阳线收在最高 在它的上方一个Tick去做多 是不是至少 至少也许有可能 去拿一个scalp的一个小的利润 或者说你至少这个地方 你很清楚 如果没有能够涨上去的话 我的止损放在这个地方 是很清晰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说 当你看到这样的行情 它是这样子跌下来的 这个时候 这个它是一个极端行情 就是做多做空 最好都没有必要去参与了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很多的交易经验 没有非常好的执行力 这个地方就不要去参与 为什么 因为极端行情 它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的 我举几个例子 就是像今天这个行情 它其实根本不算什么 如果经历过疫情那段时间的 两周的暴跌的话 大家都知道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当时疫情 每天就是前一天跌10% 后一天涨9%等等的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一天 它三根5分钟K线 也就是15分钟 它涨了150个点左右 甚至160个点 那么当时它其实只有2000多点 然后后一天 它的尾盘 5根K线涨了200个点 每根K线的长度 就是四五十个点 所以像今天 这种跌幅 对不对 放在疫情那段时间 其实就是两三根K线的事情 还有 在我出生之前 1987年的股灾 黑色星期一 应该是10月19号 没有寄宿的话 它一天标普跌了25% 一天跌掉四分之一 当天整个美国股市 蒸发掉的市值 约等于它一年的 八分之一的GDP 然后2010年的闪崩 对不对 36分钟之内跌了9% 然后这个是 Al Bruce的课件 在它出生之前 1929年的时候 这个黑色星期五 也是发生了 三年之内跌掉90% 整个股市跌掉90%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止损的重要性 如果你没 就是每一笔开仓之后 一定要设一个 保护性的止损 你可以放到远一点 没有关系 但是那个保护性止损 一定要在 因为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 我们乱说 假如说今天拜登 他被外星人抓走了 那么这一根K线 可能就直接跌掉什么 10% 对不对 可能在几秒钟之内 电脑程序 接收到这个新闻之后 就有一个 一千点的暴跌 都是有可能的 尽管这种事情 发生的概率很低 但是一定要记得 开仓之后 设好保护性止损 止损是很重要的 你永远不知道 黑天鹅什么时候会发生 然后我们接下来 就来快速的看一下 今天每根K线的价格行为 今天是一个小幅的低开 它开盘之后 正好是在昨天的 这个正当区间的下野 那么如果一定要做的话 只能选择做多 对不对 那么如果跌下去 就可以止损 然后反向做空 涨上去的话 你有机会去拿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盈利的目标 那么就是盈亏比会更好 但是总的来说 开盘还是建议等待 那么当看到开盘连续 两根大阳线收在最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 其实它继续涨一点的 概率就比较高了 就算它跌下来了 大概率也是一个震荡 它还会可能再回来 如果直接这样跌下去的概率 就比较小 那么我们说小概率事件 它不是没有 对不对 它是有可能的 只不过概率比较小 像今天就是小概率事件发生了 所以今天的开盘 其实和昨天的很像 甚至它比昨天的要更强一点 然后连续三根阳线 收在比较高的位置 昨天它都没有那么强 对不对 这个阳线体积很小 这个没有收在高位 那么今天比昨天更强了 它这里肯定是要测试 昨天的最高点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然后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信号K 但是它是一个很差很差的信号K 它的体积非常的小 对不对 这么小的一个小阴线 你想要反转 这么强的一个三根大阳线 是概率很低的 所以在它下方做空 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OK 所以市场继续上涨 那么我经常讲 第七根K线 也就是开盘的半小时之后 每冬时间的十点钟 往往会有一个什么数据 一个什么新闻报告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当心的 然后今天就是有一个 我忘记是什么数据了 反正是有一个数据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大阳线往上突破 直接测试了 昨天的最高点 这个时候显然市场是always in long 只能做多 不能做空的 没有任何做空的 信号K 所以假如说你认为 这里 它不能突破 突破这个昨天的高点等等能力 你要看到信号K 它上去再失败反转下来 阴线收在最低 那么你说它是突破失败 但是这个地方 就是绝大部分交易者 不要去左侧去交易 相信大家如果是 就是经常看我视频的观众朋友 然后你自己在试盘中也去观察 会发现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点 OK 有一个回踩 但是我们说body gap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我昨天讲的body gap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讲的 它尽管它的影线是回踩了 但是它的实体部分始终没有重叠 那么这里依旧是一个缺口 它是实体部分的一个缺口 所以如果要做空 你最好要看到 它有影线收盘 收在这个点下方 收在它的突破点下方 那么就代表了 它可能这个突破力度不是很强 有可能会失败 如果K线图上看不清楚的话 去看线形图 就看得很清楚 它的收盘价是没有重叠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里每次的回调 持续时间很短 幅度非常小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横向的移动 那么它完美符合窄通道的定义 尽管它是by climax 就是强购高潮 对不对 这样涨非常强 大概率不可持续 但是依旧没有任何做空的信号 如果要做只能是做多 尤其是当你看到有阳线收在高位的时候 那个肯定是不能去做空的 如果做空了要止损 如果做空了要止损 但是这里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去做空的 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是第三推了 1回调 2回调 3 所以的话 在这个地方 它就是如果要做多的话 风险就比较高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大概率应该是开始止盈了 做空的话 14它勉强算是可以 因为它是一个inside 我们说三推之后13又是这么大的一个大阳线 收在比较高的位置 但是它又有上影线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会进入一个衰竭 那么反不反转还不好说 但是有很大的概率可能会震荡 或者说它的上转趋势会变弱 所以这个地方做空勉强可以 但是还是不是最好 最好再等一个更好的机会 所以尽管它往下了 空头是想去做空 但是又被买起来了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对吧 还是不太好 那么这里有几根重叠的k线 完全重叠在一起了 然后他们总的来说 都在13这个大阳线的范围之内运行 所以市场是一个比较窄的震荡区间 那么绝大部分交易者就不应该在这里面交易了 如果要做的话 就是高抛低息去scalp 那么这个震荡区间的范围也不是很宽 就四五个点 所以如果你赚的话可能只能赚两三个点 对不对 那就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交易了 更多是计算机程序可以这样去做 那么空头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两段式的回调 比如说去回踩EMA 比如说去回踩这个突破点等等的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它还是没有补掉这个缺口 所以我们看这里的下降趋势并不是很强 然后它总的来说还是震荡区震荡区间对不对 没有说看到有阴线能够连续的收在EMA下方 所以EMA始终是提供了一个支撑 EMA20的重要性相信大家也能发现了对不对 真的非常的关键 这个这么强的上涨趋势涨上来 很大的概率 多头会在EMA的这个地方去挂单去做多的 然后这种都是震荡行情的特征 涨上去被卖下来卖下来又涨上去EMA20又有支撑 他一度是收的比较低对不对 如果他说在这个位置说在下面啊 说最低 那么确实就有可能多头会离场 然后空头就入场了 但是他最后又收上来 所以他还是一个震荡区间的下沿 他还是没有能够成功的突破 所以后续就是没有好的跟随 然后又涨上去 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做空可不可以呢 可以去尝试啊 但是你低比一定是用很小的这个就是很小的仓位 然后赚了就跑对不对 留最多就是留一部分看看行不行 但总的来说这里不建议大家去交易 然后另外一个要记得就是震荡区间里面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 就是很多小概率事情他都说不准的 那么这里他其实是一个上涨的窄通道 他在一点一点的往上涨 但是我们说震荡区间里面的窄通道和趋势里面的窄通道不一样啊 趋势里面的窄通道 比如今天早盘这个行情 他即使这个通道线被跌破了 80%的概率 他第一次反转会失败 但是如果这个窄通道他本身 存在于一个震荡区间里的话 那么他就有可能会随时的反转 所以这里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这里是一个窄通道一点一点往上涨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 36震荡区间上涨有这样的一个收在低位的这个阴线啊 这个地方在他下方一个tick最好要去离场 就是假如说做多的话 还没有在上涨止盈 那么在他下方一个tick啊 要挂一个stop order去止盈保护你的利润 不然的话就会这个样子 那么做空也是一样的 做空你在他的这个做空 假如说你在上涨做空了 然后到响体下延 要么就是止盈或者说你要在某一根k线的上方去挂stop order 保护你自己的利润 然后下来这么大的大一线下来又被买上去 所以震荡区间里面就很混乱 然后这个震荡区间持续了很久 从十几一直现在已经三十几了持续了20多根k线 那么他被突破的概率就越来越高了 尤其是当天不是当天 就是今天下午应该是1点钟吧 有一个这个国债的拍卖还是什么 然后他就这个还没有拍卖 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 那么他是向上突破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个东西 就是13和16和25 他其实是一个双顶对不对 这样的双顶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他的颈线 那么空头其实希望他能够有这个双顶以后跌破 对不对 跌破颈线往下这样去跌 但是现在他没有出现而是往上突破了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突破能不能成功 比较的弱对不对 第一他这个大阳线本身他没有能够收在最高的位置 第二他后面是一个十字星 但是总的来说概率还是偏向多头的 只不过这个突破也不是特别的强势 那么做空还是需要看到做空线 OK我们目前没有出现低点都在抬高 没有说收在低位的阴线 42就向上成功的突破了 但是上影线还是比较的比较的长 那么我们看他一突破就有一个这么深的回踩 尽管被买上来了 这个突破就比较的弱一点 44又是阴线收在最低 然后这根k线他甚至有一个跳空低开 而且低开了两个tick 他不是低开了一个tick 他低开了两个tick 这个也是比较罕见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突破其实已经可以算失败了 那么我们在Wedge那一期 我讲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给大家找一下 在Wedge斜行反转的第二期专题分享 我给大家讲了 双顶他向上突破失败又下来 那么他也是一个三推的斜行 尽管他的三点不在一条线上 同样的一个双底他被向下突破了 失败又反转回来 他也是一个三推斜行底 那么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他这里是一个双顶结构 然后呢向上突破 但是突破之后立刻回来 那么他可能是一个斜行的一个反转形态 但是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反转力度还不是特别的强 第一次反转最好等到什么 第二次信号再去入场就会更好一些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高点降低的一个双顶了 对不对 就是42和49 他其实是一个双顶 这里市场没有能够创新高 然后50是大阴线说在最低 所以一次突破失败回来 两次突破失败回来 两次突破失败 市场就有可能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加上这里有斜行三推和双顶的形态 那么50他本身是一个做空信号 可以在他的下方去做空 是合理的选择 他也是说在EMA下方的 然后连续阴线收在EMA下方 这个时候情况就有一点不对了 十字星多头没有能够收阳线 对不对 没有能够有阳线收在高的位置 所以这里就是不断的下跌 那么可不可以主观的认为这里有支撑呢 我我还是讲的最好 最好还是等信号可以 那么假如说你认为这是一个箱体 这里是一个震荡区间 可能会有支撑的话 那么左侧去挂一个Limit Order做多 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要看他如果突破的话 你就一定要止损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看这里他明显是向下突破了 那么肯定是要止损的 或者说有些人 如果是仓位控制的管理的能力比较好的话 他可能会逢低再去加仓做多 比如说他这里觉得 他这个跌的太快太猛了 Parabolic Wedge对不对 加速下跌 那么这么大的阴线 他不可持续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逢低去加仓 然后 可以看回到这个低点的时候 他们这一部分差不多打平下面加仓的赚 但是我个人我讲过很多次了 不建议绝大部分的人去用 因为你的风险非常的大 比如说他发生今天这样的行情的话 你就是会亏非常多的钱 所以这个大家要记得 就是如果你对自己仓位管理和执行力特别有信心可以去这样做 但是绝大部分人不应该这样做 那么80%甚至90的时候你确实可以去盈利 甚至说就是至少说你可以少亏一点 或者说这个打拼离场 让自己有一个逃脱的机会 但是可能有另外的10%和20的时间 你是会亏损的 而且亏损的会比较的大一点 那么这个是用盈亏比去换胜率 想要高胜率可以采用这样的做法 但是你要知道一旦亏 你就会亏的相对多一些 这个地方就明显是不对劲了 我们说Parabolic Wedge抛物线下跌 他大概率不可持续太久 但是我们我我其实一直是比较严谨的 我都是说大概率不可持续太久 但是但是也会有小概率 对不对 这里的话就不能去做多了 我在那个90分钟定理 其实刚刚讲过 最新的视频讲过 90%的时候在这里可以知道 这个是今天的最低点了 对不对 但是另外有10%的时候 就是像这样有极端的行情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去挂单 在今天的最低点去挂单做多 然后逢低再加仓 他市场依然是给你一个能够少亏 或者转小赚离场的机会的 这个地方就不要去贪 假如说你在这里做多了 然后下面又逢低加仓一下 回来的时候就赶紧走了 不要去贪说是不是会反转 如果他要反转 他如果是一个高潮反转 抛物线反转他会告诉你信号了 他会有大阳线收在高位 他告诉你我可能要反转了 这个时候你再去入场 不要左侧的去单纯的认为 他不可持续 所以我就左侧交易 那么如果你一定要左侧交易的话 如果发现不对劲了 那么就立刻去止损 而不是去亏损加仓 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判断错了 假如说你认为跌到后面越来越大 六十二这么大的大阴线 他后面肯定要反转 但是他没有反转 那么就说明你错了 错了就止损离场 这里只能做空 不能做多了 他 你在这个时候看 我们说在这个时候看 我们觉得他很大 这样跌下来肯定不能持续 但是你最后收盘的时候去看 你会发现他其实很小 对不对 后面有更大更大的K线在后面 所以今天早盘的行情 你就当时看很大的K线 在这个尺度下去看都是非常小 那么六十五 我这里再讲一遍 大阴线跌下来 他只是一个反弹 对不对 而不是一个这个做多的信号 可以看到后面就继续跌 所以如果在这里入场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决定 继续下跌 那么你永远不知道他可能会跌多久 对不对 像我们说的 这个也没有什么新闻 就是一个国债拍卖 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跌这么多 那么可能是一些高频交易 或者电脑程序 他就是往下砸了 或者说前段时间 对不对 空头太难受了 一直被这个逼空 他今天终于要释放一下了 那么 等等 就是你不要去追究这个原因 但是你就看市场 他目前在跌 那么就是如果一定要做就只能去做空 不要去做多 但是我的建议就是说没有必要去参与参与这种极端行情 没有必要让自己在一个危险的禁地之下 在正常的行情里面去稳定的赚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68这里我刚才说了可能是一个做多信号 如果一定要做的话可以在他的上方去挂stop order止损 放在他的下方去做一个一倍盈亏比 从结果来看是可以的 但是还是不建议去做 然后像这样跌下来 我们说大概率空头还是会期望有一个second light down 对不对 继续往下跌 所以后续就继续下跌 继续下跌 然后最后是收在全天的最低位 大一线收在最低 那么我刚才也讲了今天我是完全没有交易的 甚至我看到这个行情的时候我都很惊讶 今天竟然真的走出了这么精彩这么极端的行情 那么我想说就是这个也很正常 就是错过错过行情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L Brooks他说 I miss trades all the time 他经常错过一些机会 对不对 刚才我们提到过的1987年的这个 股灾 其实当天 当天L Brooks他是做了13 13手标普的合约 那么当时有标普合约 就是没有ES的 然后当时一手标普合约相当于现在的5手ES 所以他在87年 他就就是开仓就直接是65手这个股指期货ES的合约 而且他当天是做空的 但是他做空的时候 那个股指还没有跳水大跌 然后他有一个 他是眼科的手术医生 所以他当天有很满的手术的安排 他就必须离场了 他去做手术 然后他当天还是亏了一点离场的 然后等到他忙完一天做完手术回来 就发现当天跌了25% 所以假如说他的13张期货合约能够坚定持有的话 他赚的钱相当于现在的100多万美金 就是一天就可以赚这么多钱 然后有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传奇交易员保罗杜德琼斯 他就是在当天一天我忘记了反正赚了很多很多钱 可能几千万上亿美金 可能有这么多吧 具体不记得了 但是错过行情总比亏损要好 对不对 在这个极端行情你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有大的亏损 那么宁愿不赚也不要去亏损 市场每天都开门的 只要你是有本事的 你练好了本领 在很多时候都是可以赚钱 没有必要去赌某一天的这个行情 对不对 然后作为我自己来说 我之前可能经历过一些 但是也不是特别大的那种就是大起大落 对不对 赚很多钱亏很多钱 那么我后来发现我的性格其实不太适合做这种 就是很刺激的 我更喜欢每天稳定的小赚 这个我就满足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如果今天你很厉害做空了 赚到很多钱 那么肯定是要恭喜你 但是假如很不幸运 今天操作不是很好 亏钱了 我希望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亏钱是小事情 这个钱是身外之物 对不对 不要因为有亏损而影响了自己的心情 或者想不开 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就没有必要了 我之后啊 就是正式给大家介绍我自己的时候 会讲我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啊 这个有很多很多次大的亏损 然后包括我爸 我爸他是A股的老股民了 在那个2015年的股灾的时候 他连续两周啊 好像是连续两周 每天亏几十万人民币啊 那个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非常惨痛的经历 之后我也可以把他请上来 让他分享一下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很正常就是每个交易员他都必须要经历这种东西 重要的是经历了之后有成长对不对啊 就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 吸取教训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